你实话告诉我吧 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啊 怎么 你想当爹了吗 你不用骗我了 在垃圾桶里 我看到了你的体检报告 结果显示你怀孕了 真没意思 我还想给你一个惊喜呢 结果却让你发现了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 你觉得我很开心是吗 到现在 你还在这给我装 报告上都说了 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那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外面出差 上个月才回来 现在你却怀孕三个月了 你是把我当傻子吗 我告诉你 你的东西 已经被我丢出门外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咱们离婚吧 渣女 说完 男人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 你这个渣男 你凭什么抛弃我姐姐 你知不知道 我姐姐现在哭得特别上心 你现在马上过来 给我姐赔礼道歉 把她接回家 你有没有搞错 你姐做了什么 你没有问问她吗 她背着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你让我怎么原谅她 还让我过去给她道歉 我都怕我忍不住抽使她 你作为一个男人 难道不应该大气一点吗 你管孩子是不是你的 生下来叫你爸爸不就行了 反正也是跟着你的信 孩子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把孩子养大 将来一样孝顺你 你要是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孩子 大不了让我姐别把她生下来 反正你可不能 因为我姐犯了一点错 就要抛弃她呀 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看你这个德行 也不是什么好鸟 这么大的事 竟然让你说的这么轻松 这个孩子不管生不生 都抹不掉你姐 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已经决定和你姐离婚了 以后她的事跟我无关 真要算账的话 你去找孩子她亲爹吧 我姐还挺着个大肚子呢 怎么去找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遇到点事就退缩 现在是我姐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可不能抛弃她 我替我姐给你道个歉 你就原谅她吧 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全是她自己做的 而且她肚子现在也不大 又不是走不了路 想让人负责 让她自己去找那个男人吧 谁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 一个个筛选很麻烦的 再说了 你和我姐是夫妻 我姐对你才是真爱 孩子是谁的 她竟然都不知道 我无话可说 送你们一个字 滚 打着 打着 打 打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